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叫羅一君 我目前是比較在做方醫師的一些統籌管理的工作 就是他們的主任 另外就是也在幫忙我們的發言人 在每週例行的記者會跟臨時的記者會會對外發言 所以今天來講的題目是比較關於新聞媒體這方面的一些溝通 首先在開始前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練習 就是大家手上會有一張我們的新聞稿 那其實是一個寫不是很好的新聞稿 所以讓各位來找查看看 你覺得這個新聞稿哪裡不好 然後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寫 所以我們在中間某一個時間點 我們會請各位就是兩兩成一小組 然後你們就是討論一下 你覺得把這個新聞稿讀過去 然後你覺得以一個民眾或你家爸爸媽媽的 或者你家小朋友的觀點來看 你覺得這一個新聞稿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讀得懂 那我們其實官方對外界的溝通 目前管道當然很多 可是最正式的方式還是用新聞稿 那這個新聞稿就會經過文字記者 或者是電視記者的編輯 變成是訊息 然後各位會接收到 然後各位留下的印象就是我們希望達成的目的 所以我現在要先問一下大家 對於最近熱門的傳染病新聞 你的印象是什麼 我們先來問坐在最後面那一排的 右手邊那位好 就是那個施療師前面那一位同學 對 我現在問你傳染病的新聞 你最快會想到的是什麼 燈隔熱 正面還是負面的 負面的 怎麼樣負面的新聞 怎麼樣負面的新聞 OK好 控制不住 好 那隔壁那位同學你覺得呢 一樣 一樣 燈隔熱 好 那在隔壁這位女同學 我看到有人說老公他們是指日本取經 日本什麼 就是看取經 就是去那邊看他們跟著兒怎麼防治 喔 我不然以為我想說是取經指那個取經 去日本學習他們怎麼防治是不是 有人聽到過這個新聞嗎 聽過的舉手 不是吉管主 不是我們啦 對 我們沒有派人去日本 不過為什麼我們要跟日本去學燈隔熱 所以你有留下什麼印象說 日本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會有人想要去跟他學 對 所以那個部分沒有達成他的任務 但是你有看到一個標題寫說 我派人去日本取經 日本在去年其實發生了一個東京 東京市區 東京是屬於溫代 東京發生了他們史上最大規模的燈隔熱的爆發 而且是在黛黛木公園 在黛黛木公園在那個什麼 上野還是什麼 明治神宮的裡面 明治神宮那邊叫做黛黛木公園 大概有100多個案例 那其實是一個境外移入的燈隔熱病例在裡頭 然後他們因為有那個白線斑文 所以也是可以引發流行 那日本因為這個案例有點難堪 他們東京市政府其實有點難堪 而且他們又申辦了2020年的奧運 東京奧運 所以他們很怕說夏季奧運發生的時候 再來一個燈隔熱流行 那就是國家不但沒有賺到好處 反而丟了顏面 所以他們現在在城市裡面 非常努力地在做一些燈隔熱防治的工作 好 那所以大家最近大概看到很多是新聞的部分 是比較負面的登隔熱的新聞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只會注意到負面的 而沒有什麼正面的 好 我們先來再做一下民意調查 各位在座的比較多是年輕 應該都是年輕朋友 所以我們來投票一下 這六個選一個 你最常接觸到防疫相關新聞的管道 是這六個的哪一個 先大概看過一遍 有報紙啊 電視啊 臉書啊 email啊 部落格或機關署的網站 好 所以想好你的答案 你會選報紙的請舉手 只有一位 選電視新聞或爭論節目的請舉手 好 大概有五分之一 臉書或LINE的轉貼 大概一半以上 好 電子郵件 一位 部落格網路論壇BBS 一位 最後一個是機關署網站 沒有人 這就是我們一般其實 每次在做這個調查 不管在你們學校 或在陽明或在北藝 其實都是這樣的答案 那這個臉書或LINE轉貼 這個有在逐漸上升的趨勢 大概每天各位可能都會花 至少兩個鐘頭在臉書 就在你的手機上 你的手機大概看到的東西 也許就是說 有人還會去下載什麼蘋果的電子報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電子報 可是大部分你會注意到一個消息 大概都是因為LINE 然後我們知道 就是臉書或LINE LINE大概比較少 其實最主要是臉書 你會去關心你的朋友 貼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知道 就是說社群媒體裡頭 有幾個關鍵性的人物 有些人就是 你會發現說 有些人就是很愛貼東西 對不對 每天他大小事情他都會貼 然後他可能會專門很愛貼一些 他喜歡的領域 比如說同志運動的東西 或者是 關於這個不公不義的 這個社會運動的事情 或者說就是民進黨的事情 或國民黨的事情 或什麼 所以你很容易就會從你的朋友當中去吸收到這些 然後如果你有兩三個這樣的人的話 你就會重複看到很多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個調查好了 因為週末就要重置大遊行 你最近的臉書有很多被重置大遊行 相關的新聞洗版的請舉手 好 就一點點 所以你們的社群跟我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比較在做愛滋 所以我就會有很多朋友是關心同志運動的 那就會很多遊行的東西 好 那另外最近比較紅的新聞 可能是什麼 柯文哲的那個 演考會主委辭職的事情 所以各位有看到比較多這樣的新聞的請舉手 好像還比剛剛那個社群多 好 所以就是每個人的 你的網路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可能想像說你活在一個 就是都是這些新聞 大家都在關注這些新聞的世界 其實不是 我們很多人都活在不同的平行時空裡面 那剛剛其實已經顯露出說 有些專門只看 以報紙或電視 以部落格 電子郵件為主 就是屬於 跟很多人活在平行時空的人 那跟我來說呢 我可能 我們的長官 他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大報跟小報都打開 然後看有什麼關於我們機關署的新聞 好 所以他們也是跟我們活在不同的時空 對不對 因為你們大部分人都看這個臉書或Line 可是呢 臉書或Line上面貼的東西 很多不是報紙上的東西 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非主流媒體 或者是網路媒體 各位有註冊一些可能像 或者你有去就是加一些讚 比如說什麼呂秋遠律師的網站 對不對 有常常看到呂秋遠貼東西的請舉手 有幾個 不然大家跟我講一下 大家還常看到誰貼東西 你常常看到劉靜怡老師的請舉手 表示說我也是跟各位活在你們的不同的時空 那還是你們常常都是在看動漫 插畫家貼的一些東西的請舉手 還是說有 有幾個 還是說有媽媽的網站那種的 育兒育育育 所以每個人的網路其實都不太一樣 好 所以我們來調查一下下一個 對 我們先調查另外一個好了 把這個你換成是你爸媽 好不好 再做一次不同的民意調查 你認為你爸媽最常接觸到 防疫相關新聞的管道是什麼 選報紙的請舉手 各位的爸媽也不太看報 電視新聞或爭論節目的請舉手 幾乎所有人 臉書或LINE轉貼 還有幾個爸媽有臉書或LINE 電子郵件沒有人 部落格這些沒有 機關書網站也沒有 好 所以這個電視新聞或爭論節目 是各位認知當中 你覺得可能你的長輩 比較容易接收到訊息的來源 那各位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電視這些之前那個 吳宗憲不是在金鐘獎的 上面有講很多關於現在目前媒體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其中有提到收視率 那各位知道收視率是怎麼調查出來的嗎 你們有接到過打電話問你 你現在在看哪個節目的收視率調查嗎 沒有對不對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用那個機上盒的方式 直接去自動的去收集 所以現在這個電視現在開的是哪一台 可是呢 要能夠願意 答應就是放這個收視盒在你家電視的 其實要具備幾個條件 家裡要有電視機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同意讓人家傳入你的家裡面去放這個東西 然後記錄你的東西 所以大家年輕人都不太喜歡 萬一我在看A片或是什麼的時候會不會被記錄起來 所以大部分他們鎖定的呢 會是比較就是 他們其實說各縣市都有啦 但是就是大概比較鎖定的就是說 以他們來認知說 這個社經地位比較中下的 然後家裡會願意為了幾百塊錢的這個佣金 或者是獎勵來裝一個機上盒 來監測我家裡在看什麼節目 所以這一些大概就是比較偏向這個所謂的 民視或三立的這種節目的收視者 當然台北也會有啦 所以你們的爸媽如果說 喜歡看電視節目我覺得也是無可厚非 而且在這個年齡層大概很喜歡看一些 就是五十幾台 包括四十九台在那些政論節目 跟政治有關 所以他們的吸收來源往往就是這個政論節目 跟電視新聞 那就是年代的不同 所以我們的分眾的取向就會不太一樣 如果今天是關於登革熱的新聞 你想像說是在台南 然後比較發生在社區 特別今年比較侵犯的是中老年人為主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加強的是臉書轉貼跟Line嗎 可能Line還會啦 因為現在其實老年的部分 有蠻多人還是會願意去貼一些Line的東西 可是臉書大概不會 所以還是要加強在這個電視方面的宣導 那我們接下來問的是信任度 這些東西接收到你會相信還是會懷疑 所以我們來問以下防疫新聞的報導來源 你會最相信的是以下五個的其中哪一個 我們舉例比如說第一個是疾管署的發言人 第二個是台大醫學院的教授 第三個是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國泰醫院的專科醫師 或者是電視名嘴 你會最相信疾管署發言人請舉手 還不錯 大家對於官方還蠻相信 第二個 台大醫學院教授請舉手 是因為他不是公衛學院 那我們如果換成說是台大公衛學院的教授 比較多會舉手 外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沒有人 國泰醫院的專科醫師 然後電視名嘴 那我們再換一下 變成你媽媽好了 你媽媽會最相信的是哪一個 疾管署發言人嗎 不會 教授嗎 好幾個 李市長 一個 你剛不是舉過了 你放下來了 國泰醫院的專科醫師 電視名嘴 然後比較多人會舉的是電視名嘴 好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些叫做generation gap 然後 所以當你的分眾是比較在 像我們現在打流感疫苗的宣導是 比較針對幼兒跟老年的時候 我們要專攻的可能就是電視 然後就像大家講的 要請出一張這種教授級的出來幫我們背書 可是這對年輕人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請這些教授理事長 大家也會覺得說這些就是被政府買通的專家 或者說就是御用專家 所以還不如我們自己出來發個言還比較好 那我們出來發言的時候就是要注意就是說 你當然要注意你的形象 所以我今天打個零帶來是這個因素 穿一個素色的襯衫 然後鬍子刮乾淨 頭髮不要梳得很奇怪 然後戴個正常的眼鏡 然後講話的時候就是不疾不虛 有條有理 然後不要讓大家覺得我全身在冒汗 或是掌心在發抖什麼的 這些就是會增加人家對於你的信任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去年 因為伊波拉很厲害的關係 當時有引起一些美國新聞的事件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所以這題外話 就是各位知道 就是你們現在都非常習慣用網路 那如果你到了非洲 要去做一個衛教宣導 現在其實 佛教貴院跟這個 比如說馬拉威或非洲國家 其實是有一些合作是有在進行 所以你想要設計一個YouTube 到那邊請大家看這是可能的事嗎 那你可以啦 如果真的網路 有的地方是有網路的 但是大部分的情形下 你可能要先了解當地文化就是 因為我有去過非洲當過兩年替代音 所以在那邊其實你大概就是要用一些 歌舞秀的方式來宣導的東西 各位現在大概都不太會歌舞秀 那就是你可以找當地人 然後跟他講你要表達的是什麼東西 他會編一段劇情 有點像我們那個在中南部 如果去那個廟口前面 可能會有一些人在前面表演 鐵絲玉琳龍等等這種 大家就會吸引當地的村民 然後也不是只有老人家 其實這個年齡 老中青通通都會來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在那邊笑啊笑啊 然後就潛移默化 把你想要宣導的虐疾啊 或是優生寶劍就帶進去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 要有不同的做法 那各位知道說報紙還是每天你在7-11看到有人還是會買 然後呢它還是很多這個政論節目或電視新聞主要的參考來源 因為報紙還是相對有深度一點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像一週刊啊 金週刊啊 王週刊啊 什麼等等這些週刊 都是屬於文字媒體 那理論上文字媒體應該是要比較有深度 有邏輯 像最近爆料這些比如說什麼這個太陽花旅王 就是這個仲介這種什麼出國等等 它就會有一個故事 然後把這個背景跟經過都交代清楚 然後通常都要配合照片圖片跟表格 所以我們在對報紙記者在做新聞的溝通的時候 很重要就是你要有數據 你要有表格 然後他們還喜歡列 像蘋果特別愛列就是 比如說這個 世維良老師對羅一鈞老師 然後兩個來比一比 誰贏誰死 我的薪水剩他 或說我已經結婚育有二女一男 什麼之類的 他就會比一堆 所以很希望有這種東西 那現在他們還會搭配就是動新聞 那報紙是有解稿時間的 一般來說大部分比較一般的新聞是9點會解稿 可是其實印出來的時間大概是兩三點 所以其實日報是可以等你等到1點鐘來抽換 就是頭條新聞 那晚報的話在中午前就要交稿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很多的新聞發布 是在早上10點鐘 這是為了要迎合晚報的需求 那現在晚報其實主要就是一架聯合晚報而已 那所以更多的新聞發布會在下午 像我們疾管署的新聞例行發布時間 都是在星期二的下午2點鐘 那這些記者他們也是習慣就是說晚睡跟晚起的 所以你弄一個新聞的記者會時間在早上10點 大概就比較少人會來 但是在下午2點的話大家都會到 那資料需要非常詳細 所以我們那個新聞稿 你看看就是說你手邊這個新聞稿 通常就是會有一些起程轉合好幾個段 三段四段等等 這個是為了要應付文字記者的需求 它通常寫一個段落不能夠太短 但是要配一些裡頭的資訊 那通常我們對日報就是給新聞稿 那晚報因為它有這個時間的壓力 所以一些簡要的發言 它通常會抓一些標題 那跟電子媒體都不一樣 電子媒體要的就是畫面 畫面 所以如果今天各位公衛學院爆發食品中毒 那文字記者來會問很多 學生有多少人中毒 吃了多少人啊 然後你們是吃什麼東西 然後還去訪問那個餐廳的老闆娘 或者是去問學校老師等等 那如果是TPBS今天跑來採訪的話 他會做什麼事情 當然就是藍教喊約 就是藍路拉人 然後某某同學 你是公衛學院的同學嗎 請問這次食物中毒你有沒有受到影響 沒有是不是 沒有你還是可以發表一下意見 所以你覺得很可能 公衛學院是出了什麼問題 你覺得院長需要負責嗎 你覺得那個餐廳 是不是應該要撤換廠商 他要抓很多就是這種小的片段 然後最好你可以給他回答 就說對我覺得院長是最大的問題 那就會把這段截錄下來 你在那邊講很久 你會跟他講說 其實食品中毒的規定 是我們要兩人或兩人以上 什麼才可以 他不會解除這一個 他會解除的就是很短 然後要最好是對比很強 或者說學生就在那邊痛批 痛批就是說公衛學院的食品管理不當 等等這類的就會很重要 所以他呈現的主要是一個 視覺聲音這五官的感受 你看看新聞的時候 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為什麼你會停下來 其實就是因為你有受到一些感官的刺激 比如說你是看到好悲情 那個八仙城包那麼多人受傷 這是喜怒哀樂其中的可能就是哀 有沒有喜呢 比如說這個什麼某某台灣之光奪下什麼什麼東西 可能會暫時停留一下下 但是更常停留的是什麼 怒 喜怒哀樂裡面怒 其實我們人類最容易被感受 會被感染的這樣的情緒是什麼 其實是害怕 所以我們很多的新聞製作 所以現實新聞都是訴諸於恐懼 那恐懼的背後其實帶有就是無奈跟憤怒 最近大家很憤怒的是什麼呢 比如說柱柱姐很憤怒就是她被撤換 對不對 那其實她也是帶有恐懼 因為她不知道撤換之後會怎麼樣 好 那大家很開心的比如說蔡英文的這個案子 就是與昌漢某人要賠兩百萬等等 就是好像這些新聞都要帶有一些情緒 你才會願意去看 所以這是重視效果而非深度 那她需要達成這個五官的感受 就需要有好好的場景背景跟道具 你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畫面 比如說羅伊斯這樣戴著領帶 然後整整齊齊站在那個公衛學員的門口跟記者講 後面還有一些樹或者是背景 那個是需要特別去找過的 就是你不會想要說站在 比如說士林夜市的前面去跟記者講話 因為後面會有太多閒雜人等經過 那在教室裡面又背景太單調 好像刻意營造出來一個情景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背景都會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在記者會的場合 我們後面會有一個看板 比如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或者是什麼防疫師同作戰這些東西 就是有一個背景 然後就是不用太花俏 但是就是有一個背景 那你不要太枯燥 那需要一些道具 比如說你有一個表格 你就把它弄成一個我們叫珍珠板 拿一個這樣板子 然後拿在這邊 或者說像老師一樣指指一個長條的布告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就是說你的講話的內容 各位如果有機會回去看電視新聞的話 他大概會截錄你的話 最長不會超過15秒 多半5秒鐘就會把你卡掉 所以如果說今天訪問這個工衛學院的同學 然後同學 同學就是你覺得餐廳的那個老闆娘的衛生習慣怎麼樣 然後你就講說 我覺得那老闆娘常常都沒有戴口罩也沒有洗手 然後她的菜其實很難吃 然後有一次我去排隊的時候 我還等了很久 然後看到她就是摸了一下鼻子 然後還醒了一下鼻涕之後才把菜夾給我 好講完了 這樣大概25秒的時間 你覺得電視記者會解納5秒鐘? 我們來問這個同學好了 緊鼻涕 對 因為最有那個畫面 醒完鼻涕還夾菜給我 好 那大家都同意這一段嗎 他可能解醒鼻涕 或者說前面就是說都不戴口罩都不洗手 那至於說你去排隊 或者說他沒有對你怎麼樣 那是你這個人的事情他不會管你 他只是要透過你這個機器人 把他想要講的話帶進來 那如果今天某某同學你講的話都 我覺得餐廳其實做得還不錯 他們清潔都處理得很好 他們每年都有在消毒 我覺得老闆娘也很認真 你覺得她會解納5秒鐘? 都不會 她會去找下一個同學 這就是你們看到的新聞 是人家選取過的新聞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是負面的東西 是因為負面的東西才能帶得出情緒 才有喜怒哀樂裡面的怒跟哀 不能每條新聞都是喜 如果每條新聞都是喜 我們就是北韓了對不對 我們的偉大的領袖又去了哪裡 我小時候的新聞是這樣沒有錯 總統李登輝又去了哪裡 或者說黨的秘書長這些誰又去了哪裡 好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的表現的長度 每一句話都不要講太久 講太久呢 第一個有可能根本結到半句話都沒有 第二個呢 你可能會失言 各位有常常看到一些政府官員 在電視新聞上面會失言 其實就是因為講太久了 他有時候因為很多是學者 轉到政壇 就以為說這些記者都是很好學 我想要聽你跟我解釋 就是說水裡面含有籤 到底應該怎麼樣來處理最好 就跟他講了一個鐘頭的課 結果呢 記者最後抓到只有五秒鐘 就是說水中含有任何的籤的濃度 都是對兒童不安全的 好就抓這句話 所以水中不應該含任何 這句話是對的 但他會有一些後面的一些前提 跟他該怎麼辦這樣子 所以anyway就是 這是話多不如話少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很容易失言的狀況就是說 你突然被攔到 比如說這個同學 急急忙忙要趕去下一個地方上課 然後呢就被攔到 踢台的記者我來問你說 那個公威學人食品中毒 你有什麼看法 他說我討厭記者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好這樣可以 這樣不會被剪下來 然後不然就是我趕得去上課 我覺得學校處理的應該還可以吧 也不會被剪 那你很急 他們都亂來 可是你的他們都亂來 其實講的是記者 可是他會把你剪下來 學生指控說學校都亂來 所以很重要是說 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的主詞、動詞、授詞 通通都要非常的清楚 疾管署今日發布新聞表示 上週登格爾新增死亡225名 然後其中30名是台南市 20名是高雄市 很像在念稿子一樣 可是這個就是確保說 所有東西都會帶得很清楚 然後你不要突然來一個神來之筆 就是說 上週登格爾新增多少人 創這個有史以來新高 那你也可以這樣講 但是通常是記者會問 然後你要跟他說 那所謂的有史以來 是從幾年到幾年 然後我們可能在多久以前 其實是沒有做過任何統計的 因為你想說日劇時代的登格爾 難道會比現在不嚴重嗎 當然不會啊 我們現在有在做防治那時候 根本就沒有 所以這些就是你在做新聞採訪的時候 特別在電視前面 就是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跟媒體的互動呢 各位也許有 我記得其實有一些記者 好像有來公衛學院當學生 有沒有在做是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 沒有 也不敢舉手 你跟記者互動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還是可以當朋友 因為你多跟他們了解 聊一聊你就知道說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他們有時候其實迫於一些 每年都要伸出一些醫藥新聞來填版面 所以你可以為他一些東西也是不錯 那就是說提供他充分的訊息跟背景說明 他們有時候其實也是蠻想了解這一塊的 那你覺得醫藥記者裡面 有多大比例會是公衛系畢業或是醫學院畢業的 很少嘛 大部分都是新聞科系嘛 或者說一些文學院的同學去當記者嘛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可能醫藥衛生這方面的東西 是有很多一些專業知識需要了解的 所以為什麼醫藥記者會對於林杰良教授非常的感謝 各位都聽過林杰良吧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 不過在醫藥記者採訪的各個過程中 我可以深切感受到說他們都非常的敬重尊敬林杰良教授 這主要就是因為林杰良對他們真的就是會循循善誘 有教無類 他可能去問一個很蠢的問題 請問教授三聚清安是什麼 會死人嗎 可能一般讀物科或者是腎臟科的醫師就會覺得 這個你先去查一下Wikipedia再來問我好不好 幹嘛要從那麼基本的問題 可是林教授就會跟他真的是循循善誘去問 而且如果記者問出一些特別的問題 林教授還會說 你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或沒有念過 我去查查看文獻有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我再打電話跟你講 然後他其實就是周末也會接電話 也會願意出來接受訪問 然後他對於政府是愛之深則之切 所以他很容易會提供一些批評性的建議 那這個當然很對記者的胃口 所以就會變成是俠客 或者說讀物學界的良心等等 那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跟記者能夠成為這樣的關係其實也不錯 可以提升我們醫藥記者 再報導這些像食品安全 或者是讀物方面的一些水準跟程度 好 那我們在新聞處理的時候很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大概都會啦 我們都不可能讓他翻閱內部文件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不要因為那個記者跟你比較要好 你就把新聞透露給他 比如說公衛學院發生了食品中毒 然後因為某幾個電視或廣播的記者 剛好在公衛學院就讀 所以老師因為認識他就把一些資料就給他 說你們幫我們寫一點好聽的話好不好 所以就由他們先去披露了 披露了之後呢 蘋果啊 自由啊 還有這個新聞台 都覺得很生氣 很生氣為什麼呢 因為你把獨家露給了他 獨家露給了他 在柯文哲市長剛上任的時候 其實就犯過這個錯 他好像就是把一個 關於大巨蛋 那個是大巨蛋嗎 大巨蛋相關的一個新聞 然後可能他的市府團隊有些幕僚 可能跟TVBS比較好 就先透露了給了TVBS 其實只是找了大概一個小時 所有的其他台 其他報的記者 全部都非常非常生氣 因為T台得到獨家 然後所有這個電台 或者是報社的老闆 全部都去罵他那個跑市陣線的記者 說你是白癡嗎 這麼重要的新聞怎麼 你都沒有掌握到 反而是T台先報 那我要你跑市陣線幹嘛 我還不如找一個公讀生好了 其實他們那些報社的主編或編輯 罵人是罵得很難聽 雖然他們都是寫出來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文雅 可是罵人是很難聽的 所以翻過那樣的錯之後 你覺得這些記者會對柯市府給好臉色 或者是那個負責新聞處理的 可能是發言人或新聞師 會好臉色嗎 當然不會 所以你就會看到連續幾天 他們都會特別去抓一些柯市府的小毛病 所以這個就是新聞處理很麻煩的地方 你有的時候就是程序上的書 是會導致整個負面形象的形成 然後記者是可以 他可以就是指手遮天或者是翻雲覆雨 他通通都要寫 今天都要寫你的壞話 你就會讓所有的全國人民都覺得這個人好壞 就像柱柱姐在被撤換的一個月前 他被報紙寫成怎麼樣 新聞被處理成什麼樣 可是當他快要被撤換的時候 突然又把他翻雲覆雨成 幾乎是一個烈士女英雄等等 可是現在又過完了之後 你現在有在看到洪秀珠的新聞嗎 沒有 因為用完就丟了嘛 對不對 這就是當一個政治人物或工作人物的悲哀 你只是被他拿來利用像免洗餐具一樣用了一下而已 最後一個原則就是說 不管你怎麼樣想要操縱媒體 或者說想要去跟媒體周旋 絕對不可以說謊 很多我們的官員會下台是因為說謊的關係 然後一旦說謊你的信用就破產了 那有時候你不想就是那個 講出一些新聞 比如說我們假如說 假如說我今天是農委會 農差會的主委 然後我們發現其實有一些情流感正在爆發 然後我知道李慧仁最喜歡來戳我們這個不能說的秘密 好 結果好像真的有一些事情在發生 比如說 也許我們有一個新的情流感正在檢驗當中 但是還沒有完全確定 可是李慧仁已經透過一些管道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記者就跑來問 所以農差會的主委 請問現在台灣是不是有一個新的流感 那你回答是yes還是no呢 yes當然就變成頭條 甚至國際新聞 你說no是不是說謊 對不對 因為現在在檢測中 檢測過了幾個鐘頭之後呢 就變陽性 那你就要再開一個記者會說是 然後人家就會說那你就是翻來覆去 我們曾經遇過這樣一個事件 就是在2013年H7N9入侵台灣的時候 4月21號的中午 我們那時候正在檢測台灣第一例的H7N9 正在做它的病毒序列 那各位有經過實驗室的人就知道說 病毒序列並不是說像懷孕獅子一樣滴滴血下去 就會有兩條線 你要在那邊做大概幾個小時 然後我們的實驗室同仁其實前一天晚上就已經在加班趕工在做 可是在中午的時候呢 PTT就爆料了 PTT就爆料說我夢見這個寶山醫院裡面有一例 台灣第一例的這個H7N9的人類病例 然後那時候記者當然就都來問我們說 這個消息是正確的嗎 是不是已經有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發言人就跟記者在下午兩點的時候講說 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現在並沒有確認這個第一例的H7N9的人類病例 好 那結果下午五點的時候又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說我們確定台灣有第一例人類的H7N9的確定病例 那這個在外界的觀感上會怎麼樣 記者第一個 因為篩選新聞或選舉新聞或揭露新聞的是記者 第一個記者的感受會是說 你前後不一你反覆 所以是不是在隱瞞些什麼 是不是因為被PTT爆料了 所以你才不得不出來證實這件事情 可是我知道整個過程是我們就是在點面中而已 所以如果換一個方式回來 會講的是什麼 反正你眼睛照做帶過幾個東頭就要確認 你就不如這個時候 就是去對所有記者就是發一個簡訊 或通通請他們來 就是說 我們預計在今天的幾點幾分 會做最後的確定說 到底有沒有這一例 那目前還在疑似中 還在檢驗當中 那有最新的消息 我們會立刻跟你們說明這樣 這樣就不會被這個外界解讀為說 你是前後反覆不一 所以這個就是不要去 我們也不能說那個叫說謊 不過外界對疫情的東西都非常敏感 我們常常都會被指責說 你是在隱匿疫情 所以 非常要注意處理這一塊 好 那我們現在先 就是讓大家 我看因為大家可能快要睡著了 所以先讓各位找你的伴 然後我們來請你們討論一下 這個新聞稿的內容 在我們把這個課講完之前 先讓你們來練習一下 看這個新聞稿 你覺得看得順不順眼 然後 你要告訴我說 你覺得這個新聞稿 哪裡寫得最不好 然後你覺得 可能怎麼樣改會比較好 好 我們現在要點同學來評論一下 那我們從 我左手邊 最左邊那一排的 最後兩位同學 就是你 對 別懷疑 你們兩位挑一位 講一下就是 這個新聞稿 哪裡寫得很不好 對 對 你們這一組 對對對 坐最遠的我最喜歡挑 對 麥克風沒有辦法接到 不然你們走到前面來也可以 對 不要嗎 對 我們覺得 就是裡面中間 就提到 艾滋病 好像 就是講得很好 可以 對 講得什麼 就是一直提 重複提到那三個字 嘿嘿嘿 提到艾滋病很敏感 提到艾滋病很敏感 你會再講清楚一點 是怎樣敏感 是 什麼樣的人會聽到覺得很敏感 像第三段 就是 他明明他前面就已經是在問出 比如說艾滋病的三間管道 然後後面還要 就是一直提說 四十三間 艾滋病 三間 就是他可以再經典一點 哦 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重複的字太多了 就是 是 OK 好 有沒有別的呢 有沒有 會覺得就是前面在講那些數據 就是 太多專有名詞 反正會有法理解 他想說 他的 是什麼 比如說什麼樣的專有名詞 像什麼是 事蹟性燈燈祝月 嗯哼 然後像那個百分比 就是 看起來有點手臭 可是 我們不知道他的尊母是在 是在界定在什麼 人群化 嗯 好 還不錯 那我們再換一組 第二 這一排的 當然對我笑的這位同學 來 你們這一組 那就第二段的最後面 好 第二段的最後面 他說 八成感染者今天吃不到病毒量 可能 記者沒有這種 這種背景知識 可能覺得 就是感染者不一定會得病 因為吃不到病毒量 再來就是 後面有一個 我國隊年長 已經超過90歲 這可能是一個 outlier 就我們不曉得 他的distribution 或是其他的 這可能只是一個特例 嗯 好 不錯 再一組 這邊的話 就這位同學 你們兩個人 挑一個人 講一下 還沒有要補充的 其實這個新聞稿應該還滿多地方 非常怪怪的 就是一些專長的遺詞 比如說遺詞就業跟無遺詞就業的話 他的界定是怎麼樣 還有五年內的死亡率的話 這樣還是頭記上的遺詞 對 就可能一般都沒不懂 這是什麼意義 然後 還有一些關於愛滋病的一些 比如說要潛伏期多長 還有一些 就非法介紹 大概這樣子 好 最後這一排 我們來隨機來測驗一下 就是 我們隨便請一個同學 就擔任疾管署的官員 然後我就是電視的記者 我要來採訪這個新聞稿 好 那我們請 我們剛剛有點過的 看 第二排好了 第二排 你們兩個拆個拳 或 對 你們兩個都出來好了 一起受綁好了 所以我現在是扮演這個 一電視好了 我是一電視的記者 好 那 你是扮演我們 比如說副署長 你貴姓 楊 楊副署長 對 楊副署長 你們機關署 今天有一個新聞 是關於愛滋感染之後 誤診的情形很嚴重 你可以跟我們稍微講一下 大概有多嚴重 好 其實像是在2013年的新通報的愛滋病感染人數中 到2014年的4月已經有34%的感染者會發病 那另外呢 就分析其通報跟發病的時間的話呢 你發病者大概會有50%在6個月內發病 那另外如果你是延遲就醫的人的話呢 可能你有比較高的比例是會在5月內使用 又會比較高的 那就是說如果你是延遲就醫的話 你可能是比那些正常時間內就醫的人 可能會有較高的比例是使用比較高的 可不可以請楊副署長用很簡單的方式 用 就是用兩三句話幫我們說明一下 那怎麼樣讓感染者可以不要延誤就醫 那我們請下一位副署長 你信 你會信 許副署長 許副署長想請問一下說 這個愛滋感染者他們延誤就醫啊 主要是感染者自己的責任還是醫生的責任 那我們就這個畫面就是說這個 疾管署的副署長就是被記者的問題難倒了 然後這叫什麼就是 無言以對 好 應該就是說到誰附你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那種危險行為的話 就要自己要有警覺 然後有什麼那個 比如說有用那個針頭的 就是要用那個打到靜脈的毒品 然後他跟先生說你有那個那個 這個風險在 所以我們台灣到份愛滋炎物就醫 主要是因為注射針頭感染的 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 是 其實在就是某一年 你對 有那個 很高的比例 就是突然愛滋病患的轉生 好好好 謝謝謝謝你 好 兩位可以回座 你們就是 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 讓我等一下可以講 就是遇到這種 其實他也有點照著新聞稿 可是要跟你問一些 好像你沒有準備 或者說 其實不是你想要揭露的這些訊息 或者說就是 他搭著這個題目問別的東西 我們會教你一些技巧 就是你出來受訪 不是代表你本人 也不是你自己知識淵博 你是代表我們機關 所以呢 你在講的東西 講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繞回你的 我們叫做 key message 你的主要關鍵的訊息是什麼 大家覺得這份新聞稿的關鍵訊息是什麼 趕者不要延誤就醫嘛 延誤就醫死亡率會很高 然後延誤就醫 現在其實有很好的治療 然後篩檢很普遍 所以你可以不用延遲就醫的 那希望大家多多利用等等 但是因為他寫太長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訊息 就被弄患散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看新聞稿的時候很重要 是說抓住第一段跟標題 其實多半的時候 關鍵訊息都在第一段跟標題 這個跟我們在一般寫論文寫作 或者是你在 你在國小的時候學作文 那種旗程轉合是不一樣的 我們新聞稿的寫作要求就是說 你所有最重要的信息都要放在第一段 因為記者沒有那麼多美國時間 可以跟你這樣二三四段看下去 二三四段通常都是配稿用的 尤其是電視劑的 他一定只看標題跟第一段 所以你第一段放了那麼多的數字 他就已經有點恍神了 對 你還不如就是用一些更平易近人的說法 比如說呢 就是34%感染者發病 你可以講說大約三分之一 這樣是比較容易講 民眾也比較聽得懂 然後已發病者約有超過一半 在六個月內發病 那五年內的死亡率呢 高達四分之一 等等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這種幾分之幾 因為我覺得民眾這樣比較聽得懂 然後你就可以去避免那個什麼 25%或25%這種 就是到底要講正的講 還是英文講還是中文講 然後那些什麼勝算筆 那種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的幾倍 這種是最難講的東西 因為民眾根本不會跟你一樣學過 流行病學跟統計 還會做2 by 2 table 都不會 所以你一定就是講說 他們的這個風險會比別人高 高到多少 高到近三倍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那不要講很多就是很數字的東西 好 我們等一下再多回來看這個新聞稿 那其實大家剛剛有提到一些重點 就是說我們這些醫藥新聞 常常就充滿了很多的名詞 對不對 你如果回到家裡面 你爸媽大概問你的話 就是這些名詞 對不對 什麼叫做這個 夜紅 那個 夜黃素 好像對眼睛比較好 是不是 你是公衛的應該有學過吧 那各位講一下夜黃素是什麼 就是很多這種名詞 我們傳染病也是一堆細菌啊 病毒啊 疫苗啊等等 可是其實真的這些民眾都了解 這是什麼東西嗎 到現在都還有很多人認為說 打流感疫苗會得流感 各位覺得打流感疫苗會得流感的請舉手 沒有齁 是不敢舉還是 為什麼打流感疫苗不會得流感 我們來問這位同學好了 對 對 他死了不會復活嗎 你確定 沒有啦 他不會復活 其實也是 已經就是只剩下蛋白質的東西 連DNA都沒有 好 其實流感是RNA病 所以我就開始用賣弄我的這個知識了 對不對 好 那打疫苗齁 這個事情在很多民眾來說 都是很願意去做的事嗎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昨天我們有發一個新聞 是 如果小朋友 就是家長如果不帶小朋友去打疫苗的話 然後我們 經過催俱 他也是不帶來打疫苗的話 我們會做什麼事 通報設政單位 這可能有疑似兒童虐待的情形 然後根據兒少法第幾條 第幾條 我們會請設政單位 派人去家裡面仿視關心 大家聽到會覺得說 是喜怒哀樂的哪一個情緒 喜嗎 樂嗎 不會 你會覺得說政府真是煩 他是找民 對不對 大家會聽到會這樣子 那當然他有一些事件的發生 就是說 有一些像去年台北市有一個什麼案例 就是 好像是十歲的小朋友 然後在家裡面就是沒有人照顧他 最後餓死等等 然後後來會發現說他其實也沒有去打疫苗 然後理論上我們看到這樣的小朋友 疫苗接種紀錄不完整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去主動的關心 然後如果還是找不到他或 你勸不聽的話 我們要通知設政單位甚至警察 去把他做安置等等 不過他們就發現說這些在地方上 似乎存在一個漏洞 就是沒有去把它填好 所以才會說想要做這件事情 不過對大部分的家長來說 都會覺得說我只是忙 或是我小朋友剛好感冒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讓他打疫苗 他這個月也感冒 下個月也感冒 所以醫生都說不能打 那你根本要來怪我等等的 好 這個是一種 另外一個是很多人對於疫苗 特別是國產疫苗會不放心 然後就會覺得說我們的國產疫苗 如果以後有一些大陸製的疫苗 那更那個了 一定覺得說大陸或就是黑心 黑心的疫苗進到台灣 會不會疫苗裡面還放了一些情報的訊息 打進去之後會種在我們身體裡面 就會常常跟對岸有一些情報的書來往等等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想像 那就是因為這些名詞很多人都不容易了解 然後傳染途徑 各位知道伊波拉是會透過空氣傳染的警局手 不會嗎 他不會透過空氣傳染 可是你覺得你爸媽會不會知道伊波拉不會透過空氣傳染 他不知道嗎 艾滋會不會透過空氣傳染 不會嗎 可是你爸媽會知道嗎 所以今天如果他坐在公車上 然後臨座的人 突然轉頭跟他說我有艾滋 你爸媽會不會嚇死 他會不會回來就說我要去檢查艾滋 所以這些傳染途徑 我們可能很努力地學這些微生物什麼的 我們都學會 可是其實家人是不清楚的 然後對於防範的可能有很多想像 比如說傳染病要怎麼防範 一般來說 多洗手 可是多洗手好難喔 戴口罩 戴口罩那要戴N95還是要戴一般的 那是不是都要把它隔離 我們班上如果這邊班上有個同學 得了艾滋是不是應該把它隔離起來 那得了結核是不是應該隔離起來 每個病好像又不太一樣 有的是接觸隔離 有的是飛沫隔離 有的是空氣隔離 有的是腸道隔離 就是你大的東西不要被人家碰到 等等 所以太多的這些東西會讓民眾混淆 所以每次當一個什麼新的疾病 像MERS跑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開始又瘋狂地去說 我要買口罩 要買這個洗手 然後現在登革熱出來之後 大家發現不一樣 要買防蚊液 所以下一次如果又來一個新的MERS 可能又說 我口罩之外也要買防蚊液 萬一蚊子釘到MERS的病友 會不會傳給我 會嗎 不會 因為它是飛沫傳染 不過這個對我們來說 好像覺得反射性的動作 對於民眾來說 甚至對於各位來說 如果不是傳染病專家 可能會覺得說 難道不可能嗎 尤其現在傳染途徑很多 會混合在一起 像大家知道說 伊波拉是透過接觸傳染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在流汗 我有伊波拉 我的汗液可能有伊波拉 所以會傳給跟我握手 或擁抱的朋友 那伊波拉會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染 會 最近又發現它在經驗當中 可以排出到甚至六個月 八個月都可以 所以你要叫病人好了之後 不能跟人家發生性行為 所以這些傳染途徑 有時候會一直變 我們也比較辛苦 然後還有就是很容易去 因為這些東西太複雜 所以大家習慣弄一些 單純的方式來保命 所以如果說有一個疾病 是跟動物扯在一起的話 這個動物就會很可憐 像我們在2009年的H1N1流感 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美國把它命名叫做豬流感 因為它的病源 分析看起來也是豬的來源 那我們知道豬是可以 禽流感跟人流感混在一起 這個哺乳類裡面 然後它就可以交換基因 之後變成一個新的流感 那當豬流感出來之後 你知道民眾的反應會是什麼嗎? 不要吃豬 我們真的都不要吃豬 就像禽流感來的時候 大家都先不要去吃雞鴨魚肉 雖然禽流感都還沒到台灣 就已經不要吃雞鴨魚蛋了 然後埃及就把他們國內的豬都殺死了 可是其實後來很多科學家 會回頭感覺說這很好笑 因為你們的豬又沒有感染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說那個病源是來自豬 並不表示豬就是會導致傳播的 狂犬病那更誇張了 我們知道前年我們台灣有狂犬病 發生在什麼動物? 是狗嗎? 幼歡 一個你可能從一輩子都沒有看過的東西 但因為它叫狂犬病 所以很多人就不敢養狗了 就把家裡的狗弄到街上去 變成野生流浪狗 然後其他就是這些動物之外 還有食物 還有族群 就像艾滋會跟同志貼在一起 變標籤 還有某個國家 像之前有一個超級細菌 被命名叫做新德里的什麼什麼細菌 新德里在印度 印度就抗議了 在我們這邊發現 就要叫做新德里嗎? 那為什麼在美國發現了某個病毒 不要叫做美國什麼什麼病毒 那就是因為你們命名 都是你們英語系統的在命名 所以就可以隨便貼我們國家的標籤嗎? 所以這些就變成說 在傳染病的期間 大家會害怕 然後像MERS發生的期間 大家就會貼標籤貼韓國 對不對? 聚買韓貨 不要去韓國旅遊 韓國人在街上出現都很害怕 進程的司機 載到韓國人會打電話來跟我們 告訴我們 是不是應該 疾管局要把他抓起來 然後 在台灣住很久很久的韓國人 開的韓國料理店呢 大家也會很擔心說 這個人會不會帶有病毒 所以就是民眾對於傳染病很多想像 那還有這些 這些就 剛剛都有稍微提過 那我們其實 新聞的溝通這部分 在很久以前是做得很差的 在SARS爆發前 各位大家都很小 那時候其實媒體每天都在報 特別就是說和平醫院封院 然後裡面的護理長死掉 醫生又死掉 高雄也有醫生死掉 每天都是看到這種非常灰色 然後百合花 然後就是所有人在街上抗議 然後沒有 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學校停課等等這些 每天都是好像活在黑暗當中 那當時那個疫情後來終於控制結束 就像韓國的MERS也控制結束之後 回頭來看那時候的新聞報導 民眾的民意調查顯示就是說 最不滿的就是太過於煽情 喜怒哀樂 每天有一些OK 可是每天都是 哀哀哀哀哀 或怒怒怒怒怒怒 這真的是很累的聲音 就是怒同一件事 那我們也就知道說 一個疫情 其實民眾大概 關注的一個時間順序 大概是這樣子 一開始驚訝、震驚 一波他侵入台灣了 你們聽到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 這是真的嗎 怎麼可能 這是一般的反應 那不用很久 大概一兩天左右 新聞的焦點會轉移成什麼 誰該負責 我們疾管署的防疫破功 或者說這個人 他偷偷的透過機場沒有主動通報 反正一定要找到一個戴罪羔羊 這一套模式其實在很多的新聞事件都類似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喻一下 然後再來呢 生氣之後這些官員就會互相口水之後 第三個呢 就是開始要找說有沒有人死掉 有沒有人就是悲情的故事 因為這樣架破人亡等等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的時候 大家也累了 媒體也累了 民眾也累了 然後大家會有一些 開始反覆來的聲音說 這個疫情 難道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嗎 我們難道沒有什麼正面可以做的事情嗎 所以就開始去訪問 比如說照顧這個病人的醫師 然後把它捧成像英雄一樣 防疫的英雄 我們需要這些防疫的戰士 然後大概再過一個禮拜 開始討論的呢 就是一些花絮了 比如說這個伊波拉會透過性行為傳染 所以建議大家發生性行為前 要先確認對方有沒有伊波拉之類的 這種 好 再過兩個禮拜呢 沒有新聞了 就是這個有點像人對於一個新的事情的一個過程 就是經過一段時間你會陷入一個無聊期或不反應期 這個東西每天都在吵伊波拉 每天都在吵登格爾 好煩喔 有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看 就像登格爾的新聞 在九月的時候每天都在報 每天都在追數字 現在各位還有看到這些新聞嗎 其實還是有 中央社每天還是會報 可是呢 四大報都不太講了 然後你們的臉書或 LINE也不會有人去轉貼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我們人對於一個新的東西的一個習慣性 但是當媒體操作於 一直這樣兩個月三個月都在弄這些東西的時候 民眾會生氣 負面消息 報導太頻繁 還甚至報導錯誤的消息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發現說 其實問題是在於說 政府沒有一個統一的發布管道 比如說今天媒體可以來摳羅一軍 也可以摳施維亮老師 也可以去摳方琪太老師 反正傳染病專家那麼多 每個都問一問 然後每個人都講一些他的想法 然後報紙上就會各種各種的 各種專家的講法 那至少在官方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沒有統一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自己會講 然後我們中央也會講 然後中央裡面可能還分成 衛生單位跟這個非衛生單位 各講各的 所以電子媒體跟平民媒體就 疲於奔命去找這些不同的消息來源 然後這些就是可能各位比較不會碰到 不過就是說 疫情常常都會遭到泛政治化 尤其在選舉年 今年是選舉年對不對 所以登革熱當然會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這個賴神對不對 他如果今天發生在台東縣誰會管他 但他發生在台南市對不對 然後賴神又是民意調查第一名的縣市長 然後當地又出現這種他不經議會議長 一直要他經議會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登革熱當然就變成一個手段 來做為政治操作的目的 我們現在 我坐在這邊 我們現在的疾病溝通機制就是 我們就是透明公開 因為我們絕對不要被民眾或者媒體批評為我們隱匿疫情 一旦隱匿之後民眾就不會再相信你了 你們剛剛一開始票選那個什麼機關署發言人 你們還覺得信任度還算最好 如果我們一旦隱匿疫情你們就不會相信我們 你們可能就會相信電視名罪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發言人制度 就是我們全署如果要對外說明的話 一定只有一個人可以講 那這個人就是剛剛的楊副署長 許副署長其中一個副署長 他們每四個月會輪一次 所以這時候坐在那邊當發言人的是周副署長 但是他有一些東西可能需要幕僚幫他做進一步的說明 或者是一些比較瑣碎的東西的話 我們會有人坐在他旁邊做解釋 所以這就是發言人制度 但是記者只能call他 記者半夜晚上周末要call都只能call發言人 然後我們就只有單一的窗口 這個是我們CDC機關署的制度 我們為福布其他的單位呢 不一定有這樣的發言人 尤其在食藥署的江署長 江署美嘛 食藥署FDA的江署長上任之前 其實FDA是沒有一個發言人的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食安事件 會被媒體爆的就是李莉拉拉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發言人制度之後呢 變成說記者想要問一個問題的時候呢 打到FDA的某某某柯 這個人會說我沒有那個權利可以發言 或許有人就直接講 所以到底能講不能講沒有一個規範 有人講了一點點 那也許那個人講的東西呢 他也沒有受過訓練 他就講出一些不該講的東西 還有人可能就是都不講 你不能問我你要問別人 那要問誰我也不知道可以問誰 所以就給記者一個很討厭的形象 就是說FDA一定在隱藏些什麼 所以他都不能講 那不能講去問誰呢 就問林杰良 那林教授當然不會講對政府很友善的東西 而且通常FDA開會也不會去找林杰良來開 所以就是這個新聞就會慢慢的滾出一些民眾比較看到負面的東西 那他們現在已經痛定思痛 已經有發言人制度 而且江署長他也是很好的一個溝通的角色 所以雖然說我覺得他上任這幾年還是陸陸續有一些食安事件發生 不過基本上 溝通的機制FDA這兩年算是已經進步非常多 從記者的觀點來看他們已經比較透明跟公開了 那我們另外還有就是這個防疫專線1922 就是如果各位有對於疫情不了解或想做報告啊 想找資料什麼其實都可以打來問 這個24小時無休的 那我們並不是我們有同仁去24小時值班那個專線 我們其實是有跟中華電信那邊弄一個合約 就是他們有一些就是受過溝通訓練的人 然後我們就是把我們的資料給他 他們有人去輪班大概二十幾個人去輪班 所以他們會針對民眾進行來問很多問題呢 就是用可以讓民眾了解的方式跟民眾溝通 然後呢如果他們有一些沒辦法回答 會再後送到我們的業務單位這邊來做後面的這個處理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做的公關溝通 然後現在我們在臉書上也有粉絲頁啊 不過各位可能都沒有加入過 你們有加入這個1922防疫達人的粉絲頁請舉手 有一位耶 兩位 三位 為什麼不敢舉高 是因為就是覺得很丟臉這樣子 這上面其實就會有一些我們很漂亮的插畫海報啊 我們現在慢慢都是找一些插畫家 但是也不是很貴的插畫家 就是說一些在蓬勃發展的插畫家來幫我們做插畫 因為我們知道說有一些比較針對年輕族群的東西 是需要有一些動漫或者是圖案的方式才可以吸引大家看 大家剛剛有大概看一遍嘛 那因為聲音不太清楚所以你大概只能盯這個螢幕看 那我其實也叫你們看這個螢幕 這個是美國CDC 美國疾控中心的 他其實不叫主任 他是 他算我們署長 就是director 所以他是疾控中心的署長好了 他之前其實是美國紐約市的衛生部部長 他後來被抓來中央聯邦的CDC當主管 所以當伊波拉在美國發生的時候 第一例去年10月的時候 是他自己親上火線來開記者會 那這個記者會 那時候我剛看我是覺得他表現還不錯 所以我想請各位看一下就是說 你覺得 以這樣的一個 因你這個形象來說 你覺得他哪些地方對於這個溝通來說有加分 來我們就問這位女生 不要管他的台詞 就管比如說 就看到這個畫面 你覺得不會加分 就滿 滿一般的 中規中矩的 我們再點一點點看看 有沒有看到一點點 其實他的表情 是會隨著他講的話內容有改變的 他一開始講說 我們很擔心那個病毒 所以他整個眉頭都皺起來 那他剛剛又講說 我們看到有一些跡象 以前說我們越來越懂得如何去控制這個病毒 這其實是廢話 你仔細想想看這句話其實是一個廢話 那到底表示一些什麼 我們 我們有更多跡象顯示 我們越來越懂得如何去控制這個病毒 可是你實在沒有控制住啊 我是說 你只是比之前可能多知道一些事情 可是這句話聽到民眾心都會覺得說 政府好像有知道一些該做什麼事 這只是 就是溝通的一些話術 我們再看下去 剛剛是不是又講了一些廢話 對不對 我們看到一些值得鼓勵鼓的進展 他也沒有講那是什麼樣的進展 但是他又講說 這場抗戰將是艱難而持久 他給了一些希望 又給了一些挑戰 對 那重點就是說 他其實講的東西是民眾都聽得懂的 他沒有在跟你賣弄就是說 我們知道伊波拉的潛伏期最長可以到21天 然後就是多了一個潛伏期 這個英文字 或者說 對抗伊波拉可能需要R0要計算到降低到多少一下才可以什麼 這都沒有 他都沒有講這些專用名詞 他就是用民眾可以聽得懂的話 要抗戰要持久然後艱難 但是我們的政府已經看到一些契機 什麼可以越來越控制住 然後我們也有一些取得一些值得鼓舞的什麼進展 其實都是一些我覺得是很空泛的東西 不過聽在一般民眾的心裡會覺得說 而且他的表情夠誠懇 他不是說只是像剛剛那個楊副書長一樣 只是在念肝稿這樣子 他是好像背得住他的台詞之外 他還知道說他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所以表情會隨著他移動 所以各位就知道說 電視上的溝通 其實就是在演一場戲 你要讓民眾覺得說你投入 然後你誠懇 然後你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個眼神啊 那個表情 遠比你講出來的話也許更重要 所以這就是 這一段影片要給大家看的東西 再看下一段 這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不對不是寶傑 是這個 他其實是氣象專家 現在也是在主持真的節目 各位覺得這個東西有沒有吸睛 你會不會願意繼續看下去 你爸媽也會繼續看下去 為什麼 我覺得他的畫面 這個畫質都超差的 然後他為什麼會吸睛 是因為 第一個他訴諸於什麼 我剛剛講 行物愛裡面其實最重要的是恐懼 他就一直用恐懼來訴求你 全面失控啊 然後會變殭屍啊 然後恐怖 你看底下還有 還有人臉書在po什麼恐怖的病毒 什麼的 所以這就是他即時互動 所以就是訴諸恐懼 然後另外呢 他的語氣非常的 易揚頓挫 這就是我們官員 比較沒辦法去用這一招 如果你今天看到某一個部長的講話 也是 驚驚驚驚驚驚 我們這個全面失控的病毒即將來襲 各位知道嗎 我們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問題 等一下廣告後告訴你 這當然不行這樣子 所以我們只有我們的這種 官腔官司的這種說法 可是主持人他可以這樣子做 那他其實就是 透過這樣的東西大家都會看 然後大家就比較不會去看 那個CDC主任或博士講的東西 所以你接收到的訊息就會說 伊波拉變異了喔 WHO宣告全面失控 還有活屍什麼 然後就開始覺得 這個東西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 所以這就是訴諸於這種媒體的 另外一種說法 其實我也說還要很感謝他 就是說 他講的東西也可能是我投影片 會講給同學聽的 可是他就是可以用這種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辦法學到他這種 就是他其實也在介紹那個鋼果核 然後這個病毒叫伊波拉的由來等等 可是他講的東西就會讓我覺得 我好願意聽喔 我好願意看喔 這樣子 而且還可以扯到惡靈古堡這樣子 所以溝通有溝通的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剛剛講的比較多是官方的溝通方式 可是我一開始有講說 如果你到非洲去 你要做一些歌舞劇啊 或者是去廟口那邊走秀什麼的 所以這種另外一種就是比較花俏 但是可能比較更貼近民眾社區的這種手法 所以大家都要各看一下 然後看你自己是比較適合哪一種的 那我們的傳染病裡面其實有一個特別的病 艾滋病 它的溝通是比較複雜 那為什麼選這個新聞稿 剛剛也有同學提到 就是說艾滋病比較敏感 那艾滋病讓我們學到一個很沉痛的經驗 是個資的保護 這個新聞發布的時候媒體會不會想要洩漏你的個資 當然想要洩漏你的個資啊 就像昨天的新聞有巴仙城報一個人又死了對不對 各位有看到這個新聞的請舉手 就是那個唐美娜的兒子 所以他把唐美娜是誰 唐美娜兒子的名字通通都寫出來了 我們一般人死掉會有新聞這樣跟我們報告嗎 不會嗎 那如果今天我是巴仙城報的死者 那這件事情又已經隔那麼久 為什麼媒體要去報這件事情 他很明顯就是他聞到了說 這個人當初鬧那麼大的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去嗆就是說 京北市沒有給他更多錢啊 或是什麼就是還是會長 所以他兒子死掉會讓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心有痛快感 我有一個我們退休的一個同仁在臉書上就po說 老天有眼 就想說這個人都死了還寫說什麼老天有眼 所以有一些人會因為這樣獲得一些情緒 那死掉的人因為已經不受法律的保護 就個資法只有保障活人 所以很可惜就是說 他確實是可以被媒體這樣隨便報導 那有時候媒體也會來想要探聽 我們這些法定傳染病的訊息 比如說H1900那個第一個個案 從中國來的時候 他們就很想打聽說這個人是什麼 台商那是在哪一個城市哪一家工廠 然後他還可以去訪問那個工廠的人 可是我們都不願意洩漏 但是最後是那個公司的人 自己在大陸的人洩漏 所以媒體還是知道那是誰 但是我們有傳染病防治法 就是限制我們主管機關 不可以去透露病人的這些隱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澎湖事件 澎湖學龍事件其實發生在將近二十年前 當時就是說這個學童因為車禍輸血干愛滋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記者就知道這個消息 而且也沒有經過當事人跟家屬的同意 就發布說澎湖有一個學童干愛滋 那這個新聞出來民眾會關心 第一個它發生在這麼偏遠的一個地方 而且是一個小朋友 得愛滋好可憐喔 他到底怎麼得的 會不會有什麼我們自己小孩要注意的事情 他在附近他就讀哪個學校 其實一下肉搜 那時候也沒有臉書沒有網路 可是在當地其實很快肉搜就會肉搜出來 這是誰 因為車禍的小朋友可能就沒有幾個嘛 所以澎湖就知道這個小朋友 然後開學之後呢 所有的小朋友都不願意到這個班上來上課 雖然我們的官員還跑到那邊去逐一說明 然後我們都知道說愛滋不會在學校裡面傳染 可是呢家長就是沒有辦法脫離那個恐懼 都不讓他學校的學生去上班 上課 所以最後就是這個小朋友只好轉學 這是一個很沉痛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有另外一個法 各位知道我們傳染病有兩種法 一個是傳染病防治法 規範所有的法定傳染病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特別法 就是愛滋的法 叫做人類... 權益保障條例 你看這個地方很特別喔 傳染病防治法 有沒有傳染病防治 及傳染病感染者權益保障法 沒有對不對 傳染病的感染者的權益 是不用被保障的 這句話對不對 不對嗎 可是我們沒有那個法 我們那個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只有我們不可以去無故 洩漏這些傳染病病人的各自 可是那個法律的名稱 並沒有權益保障這幾個字 可是HIV的法律就有 這是因為HIV的這個事情 權益保障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如果一旦 沒有保障它的權益 洩漏很多個字的話 其實它會遭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侵權 所以我們在這個條文的第四條 特別講到說 不可以對它歧視 特別就是說 也不可以對它錄音錄影或攝影 除非它自己同意 另外就是我們的罰則 會比傳染病防治法的罰則更高 要罰3到15萬 就是如果無故洩漏的話 所以我們針對媒體 就是有很多的這些在教育 就是說 特別是在艾滋的新聞處理方面 不可以去 就是太過於 去報導那個個案本身的事情 就是減少那個 剛剛同學提到 就艾滋艾滋艾滋很多這些敏感的字眼 所以應該減少內容涉及艾滋的字眼 特別就是說 蘋果日報 它很喜歡去報導一些 艾滋鴛鴦大道搶超商 那我們就會問他說 那你怎麼沒有去報導說 逼乾鴛鴛大道搶超商 糖尿病的鴛鴦大道搶超商 為什麼就是艾滋 搶超商也不會讓它得艾滋 或者說搶超商也不會讓艾滋傳播 可是一旦提到艾滋 大家就會眼睛已亮 比如說什麼轟趴得了艾滋 或者說有毒販 然後也有染艾滋 然後咬了警察一口什麼 這些就是很容易會引起大家的這種情緒 所以好像就影射說 艾滋乾則很危險 這些負面刻板印象會被加強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些建議 還有就是像這種什麼吐口水 大家知道口水會傳艾滋嗎 會的請舉手 不會的請舉手 還是有些同學不知道嗎 口水不會傳染艾滋 所以我跟你接吻是不會得艾滋 我喝你的口水不會得艾滋 這個是 應該再來會有我們的防疫事態 跟各位講關於艾滋的一個傳染途徑 好 這後面就比較是關槍的東西 所以這邊跟各位講 就是說 新聞處理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民眾跟媒體當作顧客 然後 有時候媒體會一直想要挑釁我們的情緒 那我們就是只好像服務業一樣 就各位遇過奧客區那個餐廳 就要跟他嚕嚕嚕我們餐廳的服務生 也只是只要跟他道歉道歉 叫你們店長出來 我們會請我們店長出來 你們都是豬 是是是 謝謝你的指教等等 所以絕對不要跟他起衝突 就是說 I won't be angry I have high EQ 我們不是陳明勳演考會的陳明勳 我們不會在議會跟人家起衝突 我自己也是經過立法院被委員質詢 說還好就是全身而退 那剛剛有練習那個發言 所以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我們楊副署長 那個 你現在回頭想想看你的發言 有沒有跟這裡面哪些地方是沒有吻合的 好像沒有充分準備 對啊 那是因為我臨時把你叫出來嗎 然後發言也不夠減量 嗯 然後感覺好像不太不太好 好 那你要不要再練習一次 我們再給你一個機會 我這次用比較那個 我們再問一下許副署長好了 對 你覺得就是說 會想起你剛剛那個發言的練習 有沒有什麼心得 對 這次可能會沒有 好 教各位大家一個技巧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一輩子會不會用得到 但是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被記者採訪之前 你要做的準備是什麼呢 就是從這個新聞稿 或你要講的東西裡面 列出至少三個你想要傳達的訊息 好 我們不要看那麼複雜的新聞稿好了 我們看就是說 工會學院食品中毒事件 如果你今天是院長或院長秘書 主任秘書 記者要來採訪你 你想我們工會學院想要對大家傳達訊息是什麼 我們同學 我們都好好的妥善在照顧他 我們都通知家長了 對不對 第二個呢 餐廳部分我們有去做機場 我們會配合衛生單位的調查 如果有任何的疏失 我們一定會立刻做處理改善 我們要以學生的健康安全為第一考量 第三個呢 如果當中有發現任何我們行政單位的疏失或什麼 一定會做懲處 我們已經通報校方 就是來對我們做外部集合 等等就是你要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工會學院對這個事情有掌握住 然後我們會積極的去處理 我們有負責的態度等等的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如果這個時候記者來挑釁你 台大作為國內最高學府 然後又是公共衛生學院 應該是國內健康把關最高的地方 怎麼會冒出食品中毒的安全事件 這樣我們台灣還有未來嗎 怎麼辦 記者 謝謝您的指教 那我們當然這次會痛定思痛 我們會通知校方前來對我們做集合 然後我們也以學生的健康安全為最高考量 所以我們會嚴格去查棄我們的餐廳 如果任何書師我們一定會做處理 而且懲處相關實質 最重要是說我們所有的學生的健康 我們都會一一的去追蹤 然後我們會通知所有的家長 把你剛剛那三個訊息還是全部都唸出來 只是說你要有一個橋接的東西 不管他問什麼 他會說 那工會學院最近在癌症方面 有發表很新的研究 不知道可不可以說一下 對不起我們這一次是關於食品安全的事情 我們現在非常嚴肅的在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會通知校方 我們一定會去保障學生健康 不管他講什麼 你通通通都要繞回來 就是不要讓他把你牽著鼻子走 這是我們在對新聞溝通的時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曉得你要講的是什麼東西 你今天不是在跟學生做問答 你今天是在跟記者 然後記者只是一個channel 他只是一個管道 要把你的訊息傳出去 那你只要都扣著你那幾個重要的東西 就算他一直在那邊瞪你 罵你 就說你就是基同鴉這樣 你就說迴避重點 你還是就是只講這幾個東西 那這樣電視怎麼樣剪接 都只能剪接到這幾個東西 你的話語就一定會被傳出去 那如果他拍到的是說你在瞪記者 或是說請你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可以嗎 或是說你們不要一直纏著我好不好 然後最慘的就是說那種 比如說院長從大門口這樣走進來 然後記者就在圍他 然後他就這樣 他甚至還拿著帽子啊什麼 這樣遮來遮去 拿著報紙這樣遮來遮去 這樣的畫面 他們完全不用配任何東西 他只要把那個畫面一秀出來 你的感覺是什麼 學校怎麼那麼的遮遮掩掩 然後這麼不願意公開 到底有什麼東西在隱匿等等 就是民眾的觀感就是這樣子 所以很重要就是說 比如說你曉得電視喜歡抓哪些東西 那就不要去犯這些錯誤 然後這邊有提到 對尖銳性的問題 你就要心平氣和的理性回應 比如說請問院長你覺得 你該不該下台負責 該負的責任我一定會負 我們已經通知了校方 我們會組成專案小組 去針對學生做關懷等等 不要做不必要的回應 其實你什麼時候會遞出辭成 這部分我想就是 我們會留在校方做決定 不過我們該做的處理 該追蹤同學 該妻茶餐廳什麼通通都會 所以就是 你還是盡量表現出一個 平和誠懇的態度 反正就是今天跟各位講一下關於新聞溝通的東西 那時間差不多 有沒有什麼有問題 你覺得你未來有可能會跟記者打交道的請舉手 一位而已 不會 你們大概每個人如果 比如說慢慢生涯成長當中 不管你是在業界或在公家機關 其實大概都有機會跟記者打到交道 所以希望這堂課對各位未來會有用 就這樣謝謝 謝謝